一顺一带罗弄珍茶鲁的餐饮休闲场所和教育园区 获准继续营业到明年底 土地管理局表示 有鉴于政府重新发展这块土地的计划还没有展开 当局决定延长两家管理业者的租约 他们的租约原本在上个月底到期 记者洪宝林报道 星期天上午 不少家长带着小孩来到圆生圆玩乐 负责人指出 平日晚上和周末的访客最多 整体访客人数比疫情前多约10% 负责人也说 旗下租户都表示生意不错 希望能继续在这里营业 因此公司在租约到期前 便向土管局申请延长租约并获批准 我觉得是居民跟我的租户 他们是获益是最大 因为这边是很受这边的居民的欢迎 这边的那些租户 因为他们可以继续留下来 然后就也就是说 他们的员工可以继续有工作 这点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 由非盈利组织具有爱管理的干坊教育园区 同样向当局申请延长租约并获批准 不过组织明白迟早得搬离这里 因此已积极物色新地点 但目前还没有找到 因为有很多的那个相关的条件 我们都必须要符合 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具有爱是关于社区 凝聚社区在一起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新的地点能够就是靠近居民 这个就不是一个比较容易达到的条件 在市区重建局的最新发展总栏图下 龙龙侦查鲁这块土地被规划成住宅用途 图管局授寻师指出 除了延长租约到明年的12月31号 当局也正同两家管理业者进行讨论 以协助他们找寻新地点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宝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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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